大家好,我是学长,欢迎来到学长开箱 学校频道会在每周四更新金米咖啡的器材以及充足技巧的一些影片 所以如果你喜欢金米咖啡的话,欢迎按赞订阅以及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每周的推播咯 那我们今天要来推荐的是这个,护盆滤杯 这个滤杯可以看到,是不是跟你所想的滤杯的概念差很多,长得超级不一样 这个造型的细身叫游泳池滤杯 因为它外面有一圈蓄水池的部分,真的非常有趣 然后这个滤杯你也得到2023年的ACA的创新商品奖 就是一个创意的产品 所以学长玩了一下以后,觉得这东西的概念真的很棒 所以就今天特别来跟大家聊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原始设计是这样的 这边里面有一个黑色的部分,你可以把它转开 转开来以后,就是一个洞 就可以用这个圆形的绿齿 把它放到这个洞里面 原始你放进去以后,把这个放上去 就完成组合 组合以后,你就把咖啡粉放到正中间的部分 外围这个蓄水池的部分,就是放热水 所以等于说,如果你是把水放外面的话 你的手冲壶的水,不会直接在你的咖啡粉上面 不会直接做接触,而是慢慢的从这个 这一个中间的内圈的下半部有好几个小洞 所以这蓄水池的水,就从这个小洞里面慢慢的 进到我的正中间咖啡粉的部分 对中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水力的影响 所以等于说,我们可以想想一下 就是我的水是在蓄水池里面 然后慢慢的从中间的小洞里面进到咖啡粉 等于说呢,它几乎你的咖啡粉是不会有太多的外力的翻搅 就没有那个冲的时候的那个冲力 它也不太会翻搅,很平稳的吃水 很平稳的进行萃取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讨厌恼人的苦杂味 或是很尖色的味道,尖酸的味道,你不喜欢的话 这个绿杯它本身的设计的第一个优点就是 它可以减少这些刺激的味道 相对来说它是很舒适的,舒适为主的 的一个绿杯 但是呢,官方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咖啡粉倒进去以后呢,然后就加热水 然后等它的5分钟8分钟呢 等它自己的进行萃取完以后呢,就完成了 但是需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平常喝习惯的是V60 或是一些锥形绿杯,你喜欢喝层次感比较好 这个手法是没办法满足你的 因为你喝起来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无聊,有点呆板 但是这个绿杯其实它的能量远远不止这些 因为它虽然它的萃取的给水力道非常柔乱 让你不会过水 但是藉由你的设计 它其实是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层次风味 那舒适也是越玩越觉得这东西其实潜力无穷 而且它可以突破很多过去大家的一些老观念 OK,所以舒适今天就准备了两个冲法 让大家做参考 但这两个冲法都觉得非常好 尤其是第一个冲法 如果你是一个独立小店 但是你的工读生很不给力 常常学手中都不认真 这个冲法你可以来参考一下 因为它既稳定又简单 而且中间它有段时间 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你可以去烤一下面包 你可以帮客人擦一下桌子 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冲法 OK,那我们就准备来冲足了 首先是第一个冲法 那氯子呢,这个是漂白过的氯子 所以它本身脂味没有非常重 原厂的其实是没有什么脂味的 所以呢,你也可以补充它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用20克的咖啡粉 那水温的部分呢,Shun建议呢 你可以水温给稍微高一点点 因为呢,你的给水下去后 它是在蓄水池里面嘛 它不会直接就是倒粉 所以呢,你用高点的温度的话 不用担心说你的水温不够 而且呢,因为你的时间会很比较长 所以可以用高点的水温 好,那我们就是 先用 20克的咖啡粉 那我使用的是 S3的7.5 就是比我往常的稍微再细一点点 你也不要太细 如果你太细的话呢 基本上呢,它会留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这个就会 你会觉得比较烦一点 不要担心说它会萃取不足 然后呢,一样摇摇 让它平了以后呢 接下来的部分呢,很简单 好,我是用95度的热水 好的,第一阶段呢,我们要给200cc的水 那这种怎么给法呢,非常简单 那同时间,你给下去的时候要按time 前面50cc呢 你给在内围 就给在我的咖啡粉上 让它吃水像闷蒸一样 然后呢,后面的150cc 你直接给在蓄水磁力 可以看到吗? 所以可以看到 同时间呢,因为我有给水 所以我的粉层呢,它有做到一个类似于闷蒸的动作 但是同时间呢,我又已经把我后半段的给水给完 然后150,所以全部是200 那这段时间你就可以慢慢等 它会 这边咖啡粉吃到水以后 水会慢慢的 小小的呢,从刚刚的孔洞里面 滲到我的正中间的咖啡粉里面 那它萃取时间会拉的比较长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一个 在咖啡馆忙碌的话呢 你其实可以不要管它 你可以去去忙你的 那等 等 晚一点点的时候,两分钟的时候呢 你再回来就好了 所以这个中间萃取过程中 大约要两分钟 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呢 它已经在进行缓缓的给水的动作 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设计就是 它其实给水呢 是你可能给完水以后你不管它 但它其实在慢慢的进行给水的动作 所以它萃取的阶段呢 也跟一般的手冲还是接近的 只是说它要把一部分的工作呢 交给滤杯自己去做了 所以这很不错 另外一部分是 这个观念很重要跟大家聊一下 因为呢 它本身的给水很柔软 那就没有什么翻角嘛 所以即使你的时间拉的比较差 比如说你拉到五分钟六分钟 你平常如果用锥形滤杯的话 你觉得完蛋了 五分钟六分钟 你已经难喝到爆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事实上来说 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没有什么翻角 它的给水非常非常的柔软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它的 风味啊 会很苦渣问题 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是很安全的 所以这一点这个滤杯很棒的地方 你可以放心的让它进行萃去 好 两分钟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你就还是要100cc的水嘛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先给外圈 给50cc的水 好 给外圈 给50cc的水 让我的水位再度变高 然后呢 最后50cc的回中间 去冲一下我的咖啡粉 好 让我的粉状变不一样 有看到吗 刚刚我的咖啡粉还浮在我的水面上 但是藉由我这个动作以后 它就是 有点像是泡在水里面 就可以让我的这个咖啡粉的进入两个阶段 一个是 刚刚刚开始的绿泡阶段 然后这边点完水后呢 就像浸泡在水里面进入浸泡阶段 它就可以做出前后的层次 那当然啦 我在充足过程之中的 因为它在小洞 那小洞它是互相互通的 所以我给水的时候 会有少少的油脂 或是一些咖啡液体的 会从这个正中间 往外面走 其实对你的风味基本上 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不用太紧张 有时候会多一点点 有时候会少一点点 看你的磨豆机的细分量 但是这个对你的风味 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可以看到 现在我大概萃取时间已经到了快三分钟了 但是它整体的萃取 是非常的流畅的去做萃取 所以呢 它这样子的安全性就很高 而且呢 因为同时间 因为它的浸泡时间整体来说 实话说是比追行绿杯长蛮多的 像有时候会冲到四分钟 甚至五分钟的 它的口感喝起来的 它的绵长度 就是喝巧 我觉得在嘴巴里面风味的长度 是比一般的追行绿杯 明显来的多的 很长的这种感觉 这个蛮特殊的 喝过就知道 所以这样的评影效果 其实我觉得 如果对于一般的咖啡店来说 是蛮加分的 因为对于一个 可能不太懂的消费者来说 他会觉得你的咖啡是有很绵长的特色 嘴巴里面可以香味或是风味 可以延续很长 可以看到最后 我给完140c水 它的整体时间拉得很长 但是你也不要太紧张 因为它的没有翻角 非常温和的在做萃取 所以它也不会有苦杂味的问题 这就是它的完美地方 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一个店员 这时候你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 过了五分钟再回来 那就留完了 你的风味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里就是完美的地方 OK 差不多还有一点点 现在已经4分10秒了 我们大概4分半就留完了 那4分半我学长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对于这个滤杯来说 大约在4分半的时候 是一个很理想的萃取状态 就是它的甜质啊 整个风味都很刚刚好 那所以差不多 4分半留完 跟我们计划的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拿一个杯子把它接住 OK 就萃取完毕了 那你要清洗的时候呢 学长可以跟大家讲 其实它就是拿水洗 但是呢 你怕会开粉会塞住 对不对 就是假设这是我的垃圾袋 下面是一个垃圾袋 下面是一个垃圾袋 我就把这个转开 转开以后呢 就掉下去 OK 它的这个粉掉下去 就可以直接拿去冲水 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咖啡粉 卡在你的水槽的问题 所以很安全 OK 好 第一杯我们先来试喝一下 这个冲法呢 就是需要觉得很简单 但是呢 它的层次感就很不错了 很安全的一个冲法 非常好 很安全 很简单的要命 但是呢 冲出来的表现一点都不差 然后还可以让你的手 能够空出来 所以学长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冲法 那接下来呢 学长讲第二个 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它的精准度 会更棒更棒的冲法 也就是学长的苦事一页冲法 然后我们准备用第二个手法 那学长呢也不要说太多 因为呢中间有限制到很多 input跟output它的计算 如果你们看懂的话 你就会明白说 这个绿杯原来有很多的变化性 那我就边说边做给大家看 一样20克的粉 但比刚刚出一点点 那我是用s3的8 刚刚7.5的是8 再出一点点 然后一样 落粉 然后呢 把它摇平 那这一次呢 我们需要搭配一个 搅拌棒 那怎么做呢 好 边做边做给大家看 这一次呢 我们就不要 正中间给水了 我们完完全全在游泳池的部分 给水就好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刚开始 就可以300cc的水 然后时间按下去 然后给水的部分呢 麻烦要小小的水 因为呢 如果你水很大的话呢 它的水会一口气喷到我的咖啡粉里面的话 这样子我比较容易萃取不足 所以我们稍微给小一点 慢慢给不要紧张 让我的水呢 比较缓和的 进到我的中间的咖啡粉的部分 它整体喝起来的饱满度呢 会更好一点点 然后那么给到 300cc的部分 那这一段呢 我们没有做闷蒸嘛 对不对 所以刚开始咖啡粉呢 它的跟水的接触呢 完完全全是靠这个绿杯本身的水力 所以它这种做法的酸值的表现呢 会比刚刚那一种的还要再更亮一点点 会更清亮一点点 那所以跟两者喝起来的效果差蛮多的 好先给300cc 好再慢慢给 慢慢给不要紧张 好给完300cc 还没还有一点点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下壶 学长会准备一个有刻度的下壶 当你的下壶你的 就是出水到100cc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刚给300 你可以观察你的下壶 当你下壶里面的水呢 有100cc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进行搅拌的动作 就是让我的风味呢 从酸子进到甜子 OK 100了 进行简单的搅拌 让我的咖啡粉呢 会呈现出一个油脂涌出的状态 好稍微搅拌一下 OK 然后呢 再等待一下 好让它再萃取一下 因为这一段呢 我已经 让它从 刚开始是一个粉层在上面 搅拌以后呢 粉层就进到水里面了 所以它的吃水时间就变得比较长 OK 那你的风味本身就可以往甜度的方向走 然后一直等到2分钟的时候 就不要急 让它自己萃取 到2分钟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的补水 好 这一次的补水呢 一样就是给 小小的给没关系 不用太大 顺顺的给就好了 然后一路给到450 为什么要给到这么高呢 因为呢 这一段呢 多给一点水呢 会有助于它的整体的 萃取的时间会减短 它的整体的流速会变快一点点 就是后半动不要拖太久 让它整体的喝起来呢 再往前段走一点 OK 450左右 好 那我外面蓄水师的 水位变高了 它的风味呢 它喷出来的水 就稍微水力大一点点 OK 然后一直等到200ml的时候 要进行第二次的搅拌 所以先不要急 现在大概是180左右 那这段时间它的水 水位变高了 它的噴出来的水呢 水力也会变大 所以它整体萃取速度 会再快一点点 厚 它的后半段的巴底呢 就略少一点点 厚 对于你的前置的绵长度 是有帮助的 OK 快要到200了喔 现在大概是2分50秒 大概整了3分钟左右吧 一般来说就会进到 200cc的部分 好大概3分钟整 大概200cc了 第三度呢 也是轻轻的搅一下就好了 那我的咖啡粉呢 再多吃一点点水 OK 这样的搅拌的部分呢 就完成了 然后一路等等等等等等 就要让它放着 因为我的水已经给了很多了嘛 等到我的下壶的水到250到260ml的时候呢 我就把我的这个绿杯呢拿走齁 它的分水比呢就是大概是在1比15的部分 就差不多跟我平常萃取的浓淡度是差不多的 它整体时间当然会更长 尤其是你进 讲到第二次以后 最后这50cc 它其实它整体萃取时间大概要2分钟左右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齁 因为它是一个没有翻角的萃取状态齁 所以它后半段的苦杂位会很低 但是呢因为有长时间的紧包 它的填感它的霸底是很绵长的 所以这个设计的好玩之处就在这里 就是你可以藉由水位的高低呢 去控制一下它的整体的吃水的速度 它的流速 那你可以配合搅拌 然后像刚刚它闷蒸的动作 会让你的整个风味会变得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多玩法 它把你的翻角的变硬拿出来以后 可以防一个其他东西来做搭配 现在大概是250左右 已经4分15秒了 我们大概到260左右 我们就把它收起来 大概是4分半 OK 差不多这是快一点点 大概4分25秒 OK 差不多我们就把这个滤杯 收起来 看里面还有很多水 但是呢我的下斧已经 刚刚好260cc了 那这个充法呢 它会复杂度会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呢它的细腻度啊 它的果酸表现呢 就非常的好 就已经是需要觉得很满意的表现了 OK我们来喝喝看 这个酸脂啊 更亮了 然后它甜脂还是很绵长的 所以以上这两种充法 一个是比较复杂的 一个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都很能够表现这个 HOOP绿杯它的特色 跟真的传统绿杯的思考点不一样 那当然也符合 比如说第一个充法很适合 如果你是忙碌的咖啡店 但是你想做稳定的储杯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第二个呢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更多 期限值的玩家的话 第二个充法后 可以完全体现 你对于这个绿杯 以及Input和Output的 一些想法和思维 所以这个绿杯真的是 充满了实验性非常好玩 OK 那我们今天抱怨这个 HOOP绿杯的开箱 就说到这边为止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